- 丁西柱仔 - 丁西柱仔 - 哈嘲 - 哈嘲 - 哈嘲,大家 - 我之前呢 - 在網路上 - 印刷了瓦箕的照片 - 還墊一個橡粉 - 要來賣瓦箕的照片 - 現在送到了 - 來開箱 - 瓦箕在旁邊 - 有點 蜜蜜 躁鬥 蜜蜜 當寶寶好不好 來 寶寶寶 好 就是 哈哈 好可愛 好 那我們來開箱 我超期待的 就雖然現在手機很方便嘛 可以存很多數據 可是我還是覺得 照片洗出來更有溫度 因為我還記得我小時候 小學那時候很常老師會說 欸 大家帶一張自己小時候的照片 而且我現在長大之後 還是會很常回去 看我自己小時候的照片 所以我就想說 就是雖然手機很方便 還是洗出來給你畫型 畫型 噔噔 哇 我訂的相簿 這個相本的可以放300多張照片 大家看 我覺得這個相本很棒 就是左邊這裡可以放照片 然後右邊這裡可以寫些memo 就可以寫說這張照片 是在什麼情境下拍的 我覺得超棒的 然後是我們的照片 我們這次寫了100多張 好可愛喔 他們這照片可以選 要不要貼日期 那我就是選擇要貼日期 哇 超可愛的 要把印刷寫畫本耶 那今天想說可以把這些照片放在相簿裡面 然後我們來寫一下 當時為什麼會是這個情境拍的照片 你看 大家看這個是麻雞報酷的照片 懶惰 對 もう感動 前日就是這個青年照片 然後我們都會用的 我們煮的照片 好開心喔 這個好買的 我們就去買這個 衛生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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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早安 今天是麻吉的三四个月健康检查 不知道她身高长到多少 那我们也可以顺便问医生一些我们在意的问题 非常的期待 我们宝贝现在在玩那个 妈妈跟爸爸的养成椅 这个椅子要超喜欢的 而且除了可以当玩乐椅之外呢 吃理乳食的时候也可以用 那麻吉现在是还没开始理乳食啊 就是我们是想说就依照日本的五个月在开始 其实我反正想要四个月 可是因为麻吉出身体重比较轻的关系 我觉得还是让她延后一点不要提早好了 对不对啊宝贝啊 对哦 你好可爱哦 今天要健康检查 然后这个礼拜你还要打预防针耶 你这个礼拜行程满满 对不对 爸你好忙哦 对不对啊 没关系我们一起撑过这个礼拜吧 加油加油 嗨大家那现在呢 我已经从健康检查回来了 刚才的健康检查真的是 哇 这经历场大战争 那接刚检查的顺序是先报到量体重身高 然后再给医生诊断 那麻吉呢 他从量体重身高开始大爆哭 完全不停哦 就一直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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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小朋友最后还可以再哭 哭是还好啦 可是因为麻吉哭一哭 他就开始 脚 开始红肿 发烫 就其实我本来是想说 他应该是因为大哭 所以他才会这样子 可能全身都热热烫烫烫的 然后医生就说 哇他这可能是感染 就还是什么过敏 就要我赶快带去给医生看 然后我就被医生这样讲 我就有点吓到 然后我也有说 哎他不信会哭来这样吗 医生说哦没有没有 这个要赶快去检查赶快去看 我就被讲得很紧张 那因为麻吉一直哭嘛 我也要安抚他 然后我要同时报告状况给文当 反正现场就是非常混乱 然后健检那边的保健室 跟医生就是很好 他们就看到我整个手忙脚乱 他们就马上过来帮我找小儿科 甚至还一家一家帮我打电话预约 我真的是超级感动 后来终于约到一家那附近的小儿科 然后没想到那个医院的院长 就帮我临时卡位 让他可以看诊 哦真的超感动 然后约到的时候 哦我真的是眼泪就这样 就像想想海生想哭 眼泪就这样流下来 就是感觉到就是大家的协助这样子 那后来去看诊之后呢 医生就说麻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因为他其实到看诊的时候 他那个红肿都已经消退了 然后但是以防万一呢 医生马上帮我们安排了 麻吉满六个月的过敏源测试 反正刚才就是这么混乱 那其实也是好险 因为他这次状况这样嘛 所以我们才会去到人家小儿科 然后才会遇到那个很亲切的院长 就觉得 嗯不幸中的大幸 然后麻吉就现在精神很好 在那边玩给大家看 宝贝你真的是吓死妈妈了耶 还好你没事对不对啊 妈妈之后带你去做过敏源检查 好 对不起啦宝贝 你辛苦啦 你很努力对不对 现在你一直哭一直哭 哭累了刚才回家都在睡觉 现在有力气玩了 好开心啊 最喜欢被摸摸摸了 哇好兴奋哦 看你有力气就是妈妈也好开心 嗨大家好我是吴奖 今天在这里开场 大家看我今天穿了一个洋装 我这边凸凸的是我的骨头 因为我的骨头比较大的关系 哎我最近开始隐控 其实我已经瘦了四公斤了耶 就是还蛮有成就感的 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的行程呢 真的是超级的忙碌 等一下我要先带麻吉去打预防针 然后再去保育员建学 然后还要去发育发达香坦跟保育员香坦 就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一天 但是因为今天只有我一个人 带麻吉去打预防针 所以我不确定到说预防针有办法拍影片 应该是没办法啦 打完预防针之后 我会先把麻吉带回家 然后我会再去做那些香坦的东西 这样子没有带的它比较方便 因为今天文档在家里可以帮忙顾麻吉 好那现在呢文档已经喂完麻吉喝奶 那我也准备要带他出去打预防针了 紧张只有我一个人 麻吉你要不要跟爸爸说拜拜 跟爸爸在帮你弄这个耶 我已经小了 大大了 我已经卒業了 興奮了 你已经知道了 但我已经是准备精神了 麻吉了 爸爸拜拜 拜拜 我们等一下也要打预防针了 小宝贝 你看起来好像不关你的事耶 我们先量体温齁 一小 哎哟 大丈夫 嗨大家 我刚才结束了非常非常忙碌的行程门 現在找一家發肥丁坐下來 然後我點了一杯 檸檬 因為真的太熱了太累了 我一定要喝點糖分來療癒我的身心 因為市區一所跟保育園那種東西 是比較不方便拍影片 所以我就沒有拍影片 那我直接口頭跟大家講 剛才先去了護政事務所 湘潭保育園的事情 湘潭完之後呢 我又去了兩家保育園見學 雖然這兩家目前都有空位 可是 因為我們是下個月 才能申請下下個月進保育園 那可能這個月申請 下個月進保育園的名額又滿了 就是要等到下個月初才會知道情況 其實護政事務所的人也是跟我們說 嗯不要抱持太大的希望 那日本的保育園有分成任可外跟任可內的 那任可內的話呢就是政府的 是要跟政府申請然後排隊 因為我跟文藤都有在工作 然後我們兩個又沒有後援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比較容易進保育園的 當然就是卡在保育園沒有名額 那我也去了很多私立非政府的 所以也是沒什麼名額 就有點不太知道怎麼辦 但是我們還是會申請啦 但是我後來有轉換我的想法 就是如果麻吉真的沒辦法進保育園的話 那就當作是老天爺希望我跟麻吉相處的時間可以強一點 那如果麻吉記得去保育園呢 就是老天爺希望我可以多一點時間處理我的工作 好好地賺錢來養麻吉 反正不管結果是什麼 我都覺得應該要抱持著一個比較樂觀正面的態度 不然就是有太多事情會把自己逼得太緊 嗯就現在這樣心態轉換之後其實 心靈上就比較輕鬆了 那來喝個飲料 我今天還大素顏欸 喔就是真的是太累了 到處跑 就是真的不知道結果會怎樣 但是聽天由命囉 剛才兩家保育園我都還蠻喜歡 老師也很親切 老師還是鼓勵我 說希望有緣可以進來 那雖然可能也是日本人的柯桃話啦 但是我還是覺得聽到這些話也會覺得很開心 那因為護貞書所跟保育園都在不同的車站 我真的就是到處跑到處奔波 其實蠻累的因為外面真的很熱 然後這時候呢 聞到牠看起來就突然打電話給我 然後牠竟然是讓我跟麻糬視訊 我看到麻糬我都要融化了 好可愛喔 我還截圖我跟麻糬的畫面 他真的好可愛 唉 看到牠這麼可愛就覺得 再累了沒關係啦 只是現在真的是比較煩惱了 就是工作問題啦 好那等一下呢我要去藥妝店 買個防曬 然後還有買口罩 因為現在外面好像蠻多流感的 所以我出來都會戴口罩 就是防止病毒 很怕傳染連麻糬這樣 然後再去超市買個菜就準備回家 那種旅行 留著大門 好可怕 我還要去吃 嘢 寶貝 媽媽來煮飯喔 你有沒有想要吃媽媽煮的飯 來等你長大一點才可以吃喔 好可愛對不對 爸爸還在上班耶 爸爸今天加班 媽媽先做菜好不好 你好可愛 你投胎的好棒喔 안에 быть 好可愛 �도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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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文彈媽媽上次來做的肉豆腐我覺得很好吃 所以我們這次也做做看 雖然跟文彈媽媽買的肉啊 不一樣所以做出來感覺不太一樣 但是也很好吃 大家好 今天是麻糬的收閒 因為日本沒有收閒文化 我本來想說想在台灣訂收閒餅乾 可是就時間上有點來不及 那我後來發現日本的他們有一些慶祝 生產慶祝懷孕的地方來做這種餅乾 我就覺得其實很可愛又很像 又可以訂做名字貼在上面這樣 所以我就訂做了一套 麻糬的收閒餅乾 而且超可愛的 那日本的話呢是生產紀念 那我們家就拿來做收閒 爸爸在幫你弄收閒餅乾耶 我跟爸爸說謝謝 謝謝爸爸 謝謝爸爸 那我們麻糬的收閒儀式開始啦 是吧 漂亮了寶貝 沒關係 這個餅乾比我預想的還要大很多很多 然後是把麻糬這個埋沒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講一下我在網路上查到的吉祥話 是吧 收閒收乾乾 收閒收乾乾 世事如意全美滿 收閒收乾乾 收閒收乾乾 一生幸福又平安 收閒收離離 收閒收離離 男生帥氣女美麗 收閒收乾乾 收閒收乾乾 賺錢賺到想當當 收閒收離離 收閒收離離 家人團圓永不離 收閒收乾乾 收閒收乾乾 步步高升做大關 收閒收離離 收閒收離離 人見人愛好脾氣 收閒收乾乾 收閒收乾乾 世事如意又平安 收閒收離離 收閒收離離 永遠快樂笑咪咪 收閒收乾乾 收閒收乾乾 永遠身心都健康 住門麻吉 四個月快樂 收閒還流這麼多口水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摩吉啊 これで完璧的男人 哈哈哈哈 台灣跟日本的儀式 都想給她做做看 就覺得很不錯 寶貝啊 好暴力喔 摩吉 你もう四個月寶貝了耶 你變 好大喔 好大好大 好大 ね もう首も座ってきたし あと寝返りももうちょっとって感じだね ね 足がすごいね 力があって そうそう あとよく笑うようにもなったしね ねー あんな小っちゃかった もちがこんな大きくなって ねーほんとねー ねーほんとねー 髪の毛も前に切ったぐらいだもんね ねー 他的頭髮真的超多 多到我們有時候要幫他剪頭髮 もし行けたらね なんかジンベエとかもきて お祭りもちょこっと行けたらいいね 確かに お祭りもちに お祭りもちに 夏日祭典 對不對 因為你是台日混血 你也去一下日本的活動 不 之後媽媽帶你回台灣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